字幕提供 我的花園究竟何时装好 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三年来同学老闹 我会尽快跟跟 大家好,歡迎來到尼富特寺,我是阿匡 大家好,我是Ada 像片頭一樣說,花園已經經歷了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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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多的時間,四年來 很開心,現在差不多已經去到我自己最初想要的狀態了 是啊,真的經歷了非常漫長的時間,不過現在看製成品,真的非常開心 最開心是可以趕在今年的夏天完成,可以享受這個夏天 沒錯,所以今集會跟大家分享我們這三年經歷的風風雨雨漫長歲月 還有機會跟大家來一個花園開箱片 事不宜遲,立即去片 開心 這個就是我們一收樓之後,花園的原貌 大家還可以勉強看到那些Turf是一條一條一格一格的 當時就是2020年的1月,發展商包的Slaps 還有30塊 發展商還鋪了一條小路向Gate的方向 首先就要跟大家說一下我們整個花園的三大目標 好了,目標1就是要加大Petio的面積 主要就是想增加草地以外的戶外生活空間 可以放多一個燒烤爐 目標2就是要改善花園向外斜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花園去到最後的Fence那裡的斜度是很高 基本上那些地方是用不到,是浪費的 第三就是要加設種植的區域 實際大家都知道,Ada就喜歡種菜 而我就非常喜歡食菜 對啦 現在畫面見到這一幅就是我們當時經過商討之後 然後畫出來的一個藍圖 就見到Petio那裡就要鋪大它 然後就有條小路下去 盡頭就會變成一個木decking 而左邊就有三個大花槽 當然最盡頭就希望可以有一間的Summer House 有了藍圖之後,花園的改善工程就正式開始了 第一階段就是要搞定Petio 當時是2020年的上半年 英國還是處於這個lockdown的狀態 所以是沒有可能找工人來做 而物資也都非常短缺的 所以我們就決定訂東西來自己搞 其實做Petio就有很多方法 我們都上了Youtube看了很多片 就發現其實就有很多更加proper的方法 但我們就選擇了一些比較簡單的方法 正統一點的做法 其實就要level了一塊地 然後再加一種叫MOT的Space 也都在這裡呼籲 由於畫面裡面的工人 是並沒有經過專業訓練的 所以在電視機旁邊的觀眾 切勿模仿 我們雖然用了最低成本 以及最便宜的方法去做 但非常幸運 經歷了三年的風風雨雨 依然是非常堅固的 好 去到第二階段 我們就要搞屋旁邊的一條小巷 當時其實是一個草地 而且是非常斜非常窄的 問題就是剪草非常難 所以我們就打算鋪好它 用來擺東西也好 好啊 當時我就負責混工劈石板劈磚 而ADA就負責做泥水工 人們不受怕 都是負責在運作裡面 然後是用來噴濕 我們不需要一份痂ě 我一定會 好穩陣 怎樣啊? 這個就叫做粉養 粉養? 整身都是粉 這些粉你看 時光飛逝又一年了 我們終於進入到第三階段 就是找師傅來做decking 很厲害 你做的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 將會是decking 就是現在的框架 我們找的是 Ada的 同事 同事是他做partout的外賣檔 那個司機 的兒子 他兩父子就會做這件事 你看到這個是比較 重型版的做法來的 就是 在地上弄一個洞 這個洞都很深 然後就放一些柱子 然後再倒石屎 用來做個地基 因為我見過 隔壁 他做完這個decking 之後 不久就拆了 我們看著他的做法 就是 做了這塊布 之後 他就這樣 整個架 然後 他的柱子 就這樣 用一些 磚 放在底 然後隔壁 隔壁 就比較 大一點 他發覺客人很快 這個decking 動一下動一下 就很害怕 結果他現在拆了 鋪回地村 所以其實都要看 他 是下多少 重料 那這個 就是一個 重裝的版本來的 那現在 暫時弄一個 框框 之後就會鋪得很 然後 再跟大家更新 那 由於我們的花園 太斜的關係 還有裡面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洞 那 那個位置 就更加斜 所以 我們就會在這裏 弄一個 的 一條 但是 來到這裏 就會再 高到一級 那就可以遷走 這個 好像把刀 要怎麼跳 好 好 好 穩固嗎 好 好 那 時光再飛逝 又過多一年 去到第四階段 就是做race bag 那 時間已經到了今年的五月 那由於當時 我們是身處於直布羅臺 那所以 就沒有拍片 就只有幾張照片 基本上 他們父子兵 用了應該不用三隻的時間 就搞定了 但是呢 就足足拖了我們 一年 其實這個race bag的設計 是非常簡單 他就用一些很粗的slippers 木 搭了一個框 那裡面 其實呢 剩下的都是花園本身的泥 那所以呢 如果要去到種東西 都還要花一番功夫 那之後呢 我們都會出一條片 Ada 就分享她 怎麼去prepare這個race bag 終於去到最後階段 就是要做帳篷 你打算怎麼做 不知道放下不放 他買一個是 我們沒有看到 boss 3 of fray 我們剩下是2 of fray 原來只有3個 不是只有1個 你已經是買了一塊東西 已經這麼長 謝謝 還可以買多幾個小烤鹿 都可以進去 還有位 不過他一定要屈質一點 他可能會這樣做 XUV的重要性 就是 我打算要走兩轉 但是現在真的全部 放進去 很瘋 還可以再買東西 很厲害嗎 好 那我回來了 我坐哪裏 我坐哪裏 不是我有位置坐 是啊 這個人的sitting position 但其實我看到平時 有些人開車都是這樣 那些granny 那些granny 那些阿婆的granny 那些granny 是這樣 很近的 這個是granny position 她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這樣想 是 但我真的看到有些女生開車 是很淺的 是啊 不是啊 都ok 我可能坐到 是 ok 開慢一點 好 Shopping 完之後 就是回去砌東西的時間 由於我和Ada 都是非常喜歡DIY 所以大家都很砌得 還有很有默契的 好天一點就可以在這裡開餐了 那就是一個小天地 因為有時候夏天 如果你家裡沒有冷氣 沒有風扇 其實很熱 那我就想如果剪片那些 都會在這裡剪 那這個gazibo 它就是叫做 加一格太陽 遮一遮陰 擋一擋雨 那樣 因為我們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洞 是不知道怎麼用的 所以發現最完美的就是這樣用 Size 剛剛好 是啊 還有這些gazibo 其實它 我想如果真的有些暴風 英國那些怪風 其實有機會是 會設為客 但是因為我們這裡 兩邊都是磚場 加上後面有個fans 其實就很穩陣的 我們當然會再找些磚 還有上樓師 但是起碼它不會去旁邊的家 掛遠 因為這個位置其實 是一個很穩陣的位置 擋著 很明顯 天然就是這樣做的 對 很細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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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ar 是 沒有 准 bizarre 漆 0 plein 沒 別 好 黃 偶 是 偶 粉 好 首先看一看,當時畫的就是菜藏 我畫了出來,跟現在是非常接近的三格 當然斜位有少少不同,但是很接近 後面就是一個木的decking 之前因為這裡有個洞,看影片也看到 當時很紅心中,就畫一個類似Summer House 是嗎?我也不記得 畫了一個有門的,但現在是一個簡化版,收貨 這個就叫Gasebo 平價版,沒有錢的低配版 對,這裡之前本身是草地,畫了一格格 然後那裡也是種菜的 其實都很接近 今集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對整花園有什麼建議和心得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當然就要記得subscribe,like,和share給更多的朋友看 下集見,拜拜! 拜拜!